放大鏡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放大鏡到底要怎麼使用 就是說我們常常在電視上面 常常看到一些專家老師 然後就拿起了珠寶 然後馬上就開始放大鏡就在看 那請問一下 他們在看放大鏡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跟大家講絕對是半真半假 為什麼是這樣說 因為放大鏡沒有辦法說看完 我就知道這一顆是藍寶石 這顆是破大鏡 我們看放大鏡是絕對是不夠的 為什麼放大鏡我們可以看到它裡面的包裹體 跟表面的一些 它的一些有沒有斷膠或者是染色 或者是樹脂或者是一些 東西殘留在它的表面 然後像我們像翡翠來說 翡翠在以前的B貨 它以前經過我們的酸洗以後 它就可以看到表面有孔洞 這個放大鏡很輕易可以看到 不過現在2019年有那麼容易嗎 一點都不容易 我們在看它的時候它孔洞已經不見了 所以說我們那些商人 他們其實一直一直一直 不斷的去改進這些 我們的一些北村的B貨 或者說我們珠寶的一些 它的一些處理的方式 讓你可能就是說你想要那麼輕易的去察覺到 它的異狀是沒那麼容易的 好那我們放大鏡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在看紅寶石 那我們要說可以看到它的包裹體 可以判斷說有燒沒燒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很大 就是說我們今天我們的放大鏡 放大鏡它一般這個像這裡寫十倍 放大鏡它要三十倍用 三十倍大的 那放大鏡三十倍大的話 那它就是說實際上是不到三十倍 為什麼 因為真的真的三十倍的放大鏡 它其實是存在於我們科學實驗室裡面那種一個牌座 它的光是從下面射上來的 你放大鏡就算有帶光也是從正面射 你光要從後面射上來 光從後面射上來也是錯的 正確其實應該說從斜角射上去 我們珠寶如果光是從後面又是從斜角45度角往上射的 你現在竖起兩根手指頭45度角往上一插 你才可以清楚的看到珠寶裡面的內含物 你才可以去做出一個判斷來 所以說我們今天有放大鏡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有沒有灌焦 有沒有染色有沒有燒過的處理 有沒有酸洗 可是這個都我剛剛說了 因為現在都科學都已經在進步了 這些處理都被商人去做一個改進 所以說我們到底有沒有 珠寶裡面到底放大鏡有沒有用呢 絕對是有用 但是我跟大家也絕對不是一個完全絕對有用的 所以說你不要說一個放大鏡 你就可以看了所有的珠寶鑽石 還有你的肥色 你都可以看到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喜歡我朋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在這邊的方式 謝謝大家 掰掰